《马太福音》第57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太福音》17章1到18节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连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 由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 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他 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耶稣喊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 主啊 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 哎 这又不幸又被谬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 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16章后面 当耶稣指示门徒要走上十字架道路时 他鼓励他们 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舍己受苦的道路 却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 得永恒奖赏的道路 16章28节 耶稣就告诉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记载耶稣登山变相 就是耶稣把他在天国的荣耀 显明给门徒看 神借着这段经文 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第一 神要我们看见 与主同在是何等的美好 第四节我们看见 当彼得看见天国荣耀的景象时 他不禁发出喜乐的赞叹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他巴不得不要下山了 因为 置身在天国的荣光中片刻 胜过在世上千日 是的 弟兄姐妹 尝过天国滋味的人 我们岂会羡慕世界的欢乐呢 因此 让我们撇下 对世俗短暂虚空的最终之乐 追求与主同在的喜乐吧 第二 神要我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在这山上 门徒除了看见耶稣的荣光之外 他们也看见了 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先知 摩西和以利亚 因此 当彼得把这两位先知 和耶稣相提并论时 天父就从天上 发出声音来强调 耶稣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当门徒们再举目时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是的 弟兄姐妹 是否在我们心中 也把一些 我们所敬仰的人 当成偶像呢 愿我们真知道 没有人如同耶稣一样 配得我们跟随和听从 愿我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第三 神要我们下山 从十四到十八节 我们看见 神要我们不要炼战 山上的美好属灵的经历 要我们下山 因为山下有许多人 需要我们去把神的恩典 带给他们 但愿我们都不仅常常 在山上享受与耶稣同在 我们必须把属灵的能力 带给我们周遭需要神的人 主啊 愿你的荣光 常常向我显现 使我不再恋战 世俗的欢乐 而是带着你的同在 去服侍需要的人 Amen 道读神的话 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八节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Amen 是的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拆派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 主啊 你让我们 在你的里面 我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基督 Amen 是的 我们真知道 耶稣是你的爱子 是你所喜悦的 主啊 我们要听从耶稣所传讲的福音 Amen 我们要听从所传讲的真道 Amen 是的 主耶稣啊 谢谢你将你所爱的 你所喜悦的赏赐给我们 Amen 叫我们不见一人 只单单的见耶稣基督 Amen 主啊 见到你是我们今生最大的祝福 Amen 主啊 我们也要把你传扬出去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生命的磐石 我谢谢你 Amen 是的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和磐石 是 主啊 虽然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会经历许多的苦难 经历许多的挫折 经历许多的状况 主耶稣 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Amen 是的 主耶稣啊 愿你调整我的眼光 叫我常常在生命的风浪当中 单单的不见自己 好像很孤单 乃是看见耶稣 你就在前方 Amen 你永远陪伴在我的身旁 Amen 主啊 我谢谢你 你就在前方 并且你也永远在我们的身旁 主啊 不论我们生命当中 有各样的高山低谷 我们知道 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 我们就可以活出 从你而来的喜乐跟平安 Amen 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